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423186789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爱的选择 当然了您可以搜索抖音上面聊台 爱的选择进入我们爱的选择的抖音号 选一下吧第二位约会的男嘉宾 会是谁 1号 1号男嘉宾 来 咱看一下大屏幕 来过 爱旅游 公司收入高 挺稳腾的个人 他是一个挺有担当的人 就是话不多吧 但是办事办得挺利索 是这样一个挺爷们的人 经济状况还是可以的 来 我们请出男嘉宾登场 大家好 来自沈阳铁西区的武德会 我们男嘉宾第二次见面了 今儿个穿的比上次亮他 通好 通好 这身好看 可喜情 脸色好像比上一岁好一点 对呗 就是这衣服正用了我们女嘉宾的红嘴唇 你看看 通好 通好 你也算老人的 好好照顾照顾这位小公主 叮叮的丑人 你直的 直的 我设置个环节 对视十秒钟 来 对视 十 九 八 七 对 你看我才数 你不看我就不数了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给女嘉宾吵得不好意思啊 你咋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她看呢 关键女士太美了 好看啊 好看 这皮肤 这皮肤怎么样 皮肤好 肤如宁之 是不是 这嘴唇红还是你衣服红 嘴唇红 嗯 皮肤赶上出水浮荣了 哎呦你天哪 出水浮荣 她可是个不会说话的人啊 我们女嘉宾了解一下咱男嘉宾的生活状况啊 看一下大评论 20305号男嘉宾伍德辉 瀕阳人62岁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 这是新买的房子是不 对对对新买 新买的公寓 对对 你咋想起来买公寓呢 这么时髦 不是 赶上那边发那个存档 我接着存档了 这么的就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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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物业这女士帮我报的名 哎呀 太热气了 像嘉宜 我是金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退休员工 退休前 自检工作也做过 玩游户也带过 玩物流也带过 对待工作 一直兢兢业业 我生活当中 不是那么太硬的 叫这儿的 一般的来说 和大伙都能说得过去 退休后 彻底闲了下来 每天做做运动 看看电视 就过一天 我的兴趣和爱好 一个是游泳 一个是走步 再一个就是体育运动 白白雅铃什么的 游泳游得怎么样 游泳游得挺好 那我要是找个女士 让你教一下她游泳怎么样 可以 我希望有一个 善解人意的女士 走进我的生活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们男嘉宾也没避讳 就把咱领到她家里边去了 就是屋子不是很大 但是以后还 有待三十平 以后还能再买吗 有可能再买吗 那就根据出的情况 女嘉宾说了 她有房有车 想要找个旗鼓相当的 那个车情况 女嘉宾要买的话 可以买一台 这可以买一台 您会开不 会开 车那边我姑娘有点事 卖一台 这个爹对孩子还是挺好的 那如果说她姑娘有事的话 需要你把这小房卖了 你卖不 那牵手成功了 她的姑娘就是我的姑娘 怎么样 哎呀 阿姨 咱不管以后能做到啥程度 她今天敢说 这个她是人 我跟你讲 女嘉宾她真能做到 上一期节目 有女嘉宾在 迷失还素未蒙面呢 就提出来说 想让她花钱 再买个大点的房子 她都同意 现场同意 我们老害怕 叔叔被骗 被骗 真的 她所答应的 不是上一位女嘉宾 是但凡谁跟她牵手了 对 人家得过上日子了 踏实了 这位女嘉宾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 都给她 对呀 都给她 都给不都给 房子她挪不到 房子要挂哪边 那算 你不能都给 你都给 你当个名字 你连窝都没有了 她才跟你都骗着呢 你连我的妈妈 那么大رج 的 老质